今天回去电脑上面就看得到的状态 看到电脑断层 而且哪一天还有检查的报告都打得都好好的 然后呢现在也没有病例了 以前我去看望病人还会看一下病例 现在也没有病例了 现在都是都在电脑里面都有 所以我说个别医院的行政管理应知询法是事实 但是院期之间呢 还有医院跟健保署之间的 简单讲我们有没有办法做到一个 阿比我们在台湾里面拍的电脑断层或是工程 这是正式 我到陈大医院看的时候 可以透过云端可以看 不是只有看到检查报告 有没有办法看到哪个电子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这个医疗的支出 那如果我们在整个医疗的行政管理上面 资讯化科技化 那不仅仅可以减少支出了 那这个行政的支出一旦减少 健保的费用就有办法反映在我们医疗的点值上面 我们现在一点分配不到一块钱 这很辛苦 那更可以增加对病人的医疗服务 那这部分呢 很高兴今天利用这个机会 跟大家分享 有部长在场 有委员在场 这都是一届的 如果做不好 还有监察院 监察院长在场 可以编册 可以编册 那行政院呢 会来大力协助 我希望我们一届 大家一起来 让我们一届 每一个成员 要服务病人 有更好的空间 可以发挥 然后表达 我们当初 从这个 这个 从医学医的 这个理念 跟理想 那我们对病人的服务 也可以提供的更好 那以上简单的报道 感谢邀请 祝大会永远山峰 在场美味家庭 身体健康 感谢大家 谢谢